好,那我今天要報告的是,主要講46章,主要講這個藥靈血發面 因為這個章節很多,而且像在做投影片的時候,我的那個強迫都發出 所以很多字都一直都放上去這樣子,但是我盡量把每張投影片控制在10秒內搶完 那因為字很多,所以等一下就看紅字就好了 如果我們看日記就看紅字就好了,所以看投影片是看紅字就好了 好,那怎樣主要,現在是5、3章,主要是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4、6到4章,就講安眠藥 然後4、4到5,就講那個復醒劑這樣子 然後46章,就講哪些藥會影響到睡眠的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從12章開始講 就是先講這個hypnotis,安眠藥這樣子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那包括說最近台灣 剛一天只有多一個那個單人叫藥密,相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之前不是有一個政治有講那個安眠藥跟那個腦納的關係 那引起了很多的恐慌這樣子 所以現在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意義 那國外就是有把這一群人就是分稅的統計,然後把它分成兩個level 一個是只有complain他睡不好的 他們發覺說是由儲方醫師給的儲方要數量5.5% 那非儲方的房子多了一倍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level是感覺他們自己相信他們自己睡不好 但實際上可能不一定有 他反而用的藥量 而且是非儲方的藥量反而更多這樣子 幾乎是多了一倍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這樣子 那大部分的睡不好的人 其實有13%的人 他們雖然是使用抗藥機 但事實上他們沒有努力收的這樣子 我想應該是每次有就傳送中這顆藥造成的 那另外13%的患者常常會伴隨 就是借喝酒然後入睡 18%的人會用藥 而且有些藥是這個overcounter use這樣 5%的話就是兩者吃藥跟喝酒一起來 那我們首先先來講hypnotis它的這個基短 第一個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gabe的golnisk這個基短這樣子 它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它有5個這個wm的組成 那這個5個wm有alpha、v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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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然後就會一直排列組合下去 然後會有不同的這個gabe的這個resector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BCB就是結合在這一個位置 那當然還有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藥物 譬如是particulate 然後還像這些可能也會造成病人最早的藥 它可能就是會結合在不同的位置 那它的基短就是會改變這個剛好resector 然後讓這個不管是讓這個濾離子通道增加的頻率變多 或是打開的時間變多 來讓濾離子通道打開的時間變得比較多一點 濾離子經濟之後會改變這個內外的這個磨電位 然後就會造成一個移植的效果 那剛剛有講過吧 那些subunit會互相符合 那一般最常見的gabe的resector type 1 主要是有alpha 1、ve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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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部分的BCD的hypnotics 大部分都是1跟2兩個的效果都有 這樣都會結合在上面這樣子 但是那個我們都自己鑽著 就是像有一定的Goletone這類的藥 它是主要是比較專注於在type 1的resector上 好 那以下的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除了BCD之外 像Z-Druck啦 或者是酒精啦 Badito的這些藥 它們對於剛剛講的那個 Gaba的這個 真回救助桶的功用 剛剛說這個BCD是增加水準通道打開的這個頻率 它有些是增加打開的這個時間 或是它的這個功能這樣子 讓它變得比較好一點 那基本上它有三大功能 現在應該是五大功能 然後一個是緩解焦慮 肌肉放鬆 然後抗天顯 然後還有注稅的作用 就是高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副作用 就是那個Manner會影響你們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重複這個Nural and Snow 神經的解剖體下去看 就是我們神經那個腦區裡面的這個hypothalamus 它裡面有一個區域叫做medial pre-optic area NPA它是主要是會造成那個醋醉這樣子 那還有其他地方也都會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主要好像都是這個hypothalamus 然後裡面這個NPA這個區域很重要它會造成醋醉 那這個GaBA這個東西本身就會把這個hypothalamus 功能可能會做一個影響 然後造成這個病人可能就會想睡覺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安民要那個GaBA這個Nurture Sneaker造成病人會想睡的一個原因 這樣它會做回特地的腦區 那這些腦區也都會 不過看起來看到這個好像都是這個NPA 就是Ado pre-optic area 它的這個跟睡眠狀況性是最相關的 當然跟睡眠以外之外呢 它跟這個心血管溫度控制內分泌還有感覺都會有關係 所以我在想這可能也是剛剛清明主要講的就是睡眠疼痛跟那個心血管疾病 還有Endocamide都互相有關係的原因就在這 再來就是從我們剛剛有講GaBA 那有沒有其他的Nurture Sneaker會有影響 當然也是有 我們有知的那個Chromological Area它是會造成病人比較性 所以如果這個Nurture Sneaker會影響睡眠 然後再來就是Histomy 它主要是跟這個Nurture Sneaker有關這樣子 那我們在Endocamide他們都會想睡 所以這個Histomy本身就是讓病人想醒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很常的這個Hydro-cretin Hydro-cretin這個東西 它會造成病人就是會Arow Arow手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Nurture Sneaker也說 它講說就是因為土豆患者它的這個Hydro-cretin比較缺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Histomy它主要的這個clinical effects是什麼原因 其實它第一次要講的就是很特別 它說其實是改變這個病人對於睡覺生醒的它的感覺 改變它的對睡覺生醒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麼講呢 這個科學家他就是說把病人在睡到Stage 的時候把它搖洗這樣子 然後很特別的 他發現了本身就睡不好的人會認為說他被搖醒了 然後就真的就醒來這樣 他會覺得他睡不好 他會覺得他睡不好睡 但是如果本身就是好睡的人 就算把他搖洗 如果要再問他他還是覺得說他那一頓只有睡 這樣很奇怪 他們好睡的跟不好睡的本身對於睡眠這件事的認知就有差別 然後再來第二個這個科學家也是這樣 他就是把這些安眠的藥物注射在睡不好的人跟一般的正常人身上 他也發現說你打下去這些藥打下去之後 睡不好的人他們會覺得說他們有睡好 但是然後你打Placeable進去他們就覺得說他們沒有睡 這是有分別的 可是一般正常人不管打安眠藥或是打安眠藥他們都覺得說好像沒有差 這個就蠻特別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這個我們要把睡眠的 失眠者他對於睡眠的錯誤的認知做一個矯正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那個我們說安眠藥在這類患者上面的一個作用 好 那剛剛除了講的BCD其實還有很多 也就有難度說像第一代的 就是比較老一類的抗主治安 像這個代分孩病病 這個一樣就是容易會讓人家想睡覺 最近這電視有廣告就是夜夜年 要有認識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PCA PCA就是那個Doceptic 在Low Doze的時候它的這個hypnotic的效果也很好 然後主要都還是NiTomin H1跟H2的這個原因 好 那再來的話另外的話就是這個 美亞透明的Agonyx 那像這個 它主要我們都是讓美亞透明跟ScarbioV的聯邦 主要是經由這個是交換上和調控的原因的影響 那它也是個分為Type1跟Type2這樣子 那主要Type1它是跟這個 讓這個weaving signal比較降低 它主要是在Type1上面這樣子 那當然它跟Gaba也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所以這兩個交互作用之下 就會讓病人就有這個安眠的這個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Tropo 這個應該馬斯特克就很常用 它就主要就是跟Gaba的BTCV有關 那主要也是降低那個Acetype1 剛剛講的Colinate這些東西是讓病人比較會醒 所以你降低它就比較長準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 我們一段場面的病毒體 就主要是分三種 BCD、Z-Druck跟Mai-Algonium、Agonyx 我們先來看BCD 那上面講的這些東西大家看一下 表演就是怎樣要半摘期啊 吸收程度 這個之後再查出就可以了 那主要就是說 因為BCD它是非常輕質性的 所以它會馬上的進入到這個DNA 不會穿透BCD然後進入到DNA 那屬上的表格就有列出 從短效啊長效啊 它都有列出來這樣子 這樣子它是提醒說就是說 假設有些患者是入睡困難型的 你可能就要給比較塑效型的 假設是睡眠容易斷斷續續型的 我覺得睡大半就醒了 就睡不短 可能就要給個比較長效型 那甚至有些 有時候有些病的兩個 兩個都有我們可能會 兩種都會扛敗 或者是選一種它既是塑像 又是長效的 它都可以從這張表上面去查得到 那這張譜子要是說呢 像有些比較長效型的BCD 它如果你沒有注意使用的話 它常常就會累積在裡面 我們先來看這個不是短效型的嗎 就是說它可能 你給完一個DOS之後 它馬上就可以代謝掉 然後給第二個DOS就不會累積 可是比較緩慢 就是當你搬上去比較長的 代謝比較慢的 你給一個第一個DOS之後 它才代謝到一半 你第二個晚上又給了 它又累積更多 然後第三天又累積更多 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跟藥性有關 然後第二個跟這個 個人本身在代謝的功能也有關係 譬如說像老人家 因為我們剛剛說BCD是親子系 我們人開始有年紀之後 皮下脂肪的分布就變得比較多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發現老人家 就是你給BCD給前幾個報酬 好像都沒什麼反應 可是你給兩三個禮拜之後 家人就跟你講 幾乎都睡一整天 你不要就是因為這個藥物不斷累積的作用 會造成白天就想睡覺這樣子 所以這個使用上要特殊注意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當然就是說BCD的話 有可能它的代謝的程度 在抽菸的範圍之上會比較速這樣子 所以抽菸的人肯定使用BCD的效果就不是那麼樣的 效果就不是那麼樣的好 當然它有可能會對胃藥 類的胃藥 或者說一些steroid的點子 是這樣子 好 再來看Z-Druck Z-Druck它就是我們常見的 譬如說像這個Dilnox或者是螢幕凳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常常使用的 那基本上它在結合在Gaba Reset上面的位置就不太一樣 另外一本書是寫這個Omega Size 反正就是跟一般我們典型的PGD不太相同 那這個它上面的書上也是想說它 上癮跟單用的機會會叫效 主要它是因為它剛剛講到五個subtype當中 它對於這個alpha2的這個結合性較少 這個alpha2的subtype subtype的這個unit 主要就是跟這個GIS的potential有關係 不過這是身體性的dependence 那當然心理性的這句話是有提價 因為你在環環上面可能看到很多患者 他們是心理上面真的會dependent 它不用身體 身體不會不舒服 但是心理會不舒服 感覺它效果真的是還蠻不錯 所以我覺得它上癮的 濫用的可能性還是有可能 不太像書上講的 真的Risk比較低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些吸收的動作 這個就跳過就可以了 那佐比克隆的話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扛用的VDrop 那它的這個吸收的速度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如果是 我看到是另一個 如果這一個的話就是Genos 那這個的話就是Imovate 那這個跟這個我之前好像沒有 所以我沒有開過這類的 這個好像在美國 台灣我不知道 這個 說是在台南院是開場表叫樂器 還是在這個畢年 長效的 還好 那張茂茂茂茂 就是在幫我結束之前嗎 對啊 在那什麼 對 畢年嗎 一定會反對 OK OK 這是另外一種經理自由 看在路上 取名上面很重要 蘇晟玟就要講的蠻特別 他說這個 這個要在美國有 台灣有朋友曉得其他意願有沒有 他是說FDA唯一說 你使用口語的時間他沒有限制關係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可能會避免這些藥物被 都被濫用 我們可能都會限制他的時間使用 可是唯一是這顆要在FDA說他沒有限制 因為蠻特別 上面沒有寫原因 看起來就是 剛剛有講的就是 他有分Type1跟Type2 主要還是Type1跟睡眠比較有關係 那主要對還是影響的就是在這個四焦箱上 因為這個蠻特別是分明的這樣子 那主要的這個影響的話 就是會Decrease 是不會很 你會吃得進的可能 就會滿足的 那個FDA會鎖短 所以比較快入圈 那這個安眠類藥物呢 剛剛有講 他事實上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效果 所以最基本的 好入睡 緩解焦慮 肌肉放鬆 看鮮鹹之外 就基本讓他四大的優點這樣子 那不過要注意的就是說 假設他是比較長效型 然後對於呼吸的意思可能說 會比較長 就會比較有 所以我們在使用一些COP 在使用在COPD或者是一些未發現的 其實比如說的Blipping 你的患者身上就要來的特別注意這樣子 然後大概有講 像剛剛比較新的那一類的NOMBG的COPD 譬如說Blipping 或者是說Milatonic 他們說他們對於呼吸的影響 就有非常非常少 那基本上雖然說COPD看起來 好像要使用上一個很長 要很小心 不過他說他們的不良反應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 就是你就算是COPD的話 我們今天就很常常遇到COPD的話 他們有時候吃了幾百顆 然後去急診位稍微洗一下 其實有時候也不用洗 因為他們好像也脫得好好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好像真的跟書上講的 他好像真的對於身體的影響 好像真的沒有那麼樣的大 除非他是吃三明藥的配酒 再配一些CMS的Depression agent 那當然對於整個呼吸的意識 神經的意識就來的特別 來的影響特別大 那當然不同的Hetomotis 他在這個聖明上面的結構 一定會有所影響 然後比如說BGD就會講說 SCOVID Admitter 只要是WASO都會減少 這樣TOLOS 他也會增加 如果是BB2的 或是像酒精的話 就會讓Stage 2的這個 SCOVID Activity 會增加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新的BGD 像這個酒肢定的話 他講說他會影響很少 然後也不會影響到這個 改變這個慢波的睡眠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句話 我覺得蠻特別 他說BGD 基本上他對於生存睡眠是會一直的 所以這個也是蠻要懂的 我們都希望說病人睡不好 你關他睡得深一點 可是事實上你在BGD之後 事實上他對於他慢波 不關生存睡眠的辦法是一直的 所以他應該是睡得比較 比較快容易入睡 因為他可能會減少BGD 減少WASO 比較快入睡 睡早之後比較多醒來 可是他睡不深 可能就一直在比較淺誠的睡眠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講會不會上癮這樣 不過基本上如果安全的使用 在醫生的這個廚房下 要成癮的機會 基本上是很少 不過因為有很多人口會買回去 就存機在那裡 那甚至會二手的找賣 所以這個在一些地下上面 其實也常常 他們也是也會都會去買 這個有時候就很難管 然後有可能就會造成一些 普遍的情況出現 這個可能要看那一年的經濟狀況 我知道是怕什麼 這樣 一開屋子 因為電子 這樣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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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現在那種 這樣可以這樣 這樣可以這樣 對 像COSCO 現在已經我們兩個人來訪問 我第一人去做上COSCO 你如果覺得很奇怪 應該是DA組會出 對啊 對 所以美國的 那些人是 可以去買 對 他是 他們是在 一個 例如說在 一般的Drop store 都可以 他是營養主 在台灣 在台灣是營養主 然後 然後 每次我問了一下 他說 然後對於你單純 連營養主要說 每次吃 每次都沒有這樣 每次他這一筆 他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對 對 所以 一般要的人都沒有 是 是 是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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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看到 紅色就是說 未來可以值得發展的 這個 一周 青營養主 這 ling 的 他ica 這 像是 e 사람이 那 dunno 地 我 還 sont 你 我 有关系说刚刚讲的这个3GaValue 主要跟Alpha 2 Delta Covid 跟那Block有关 所以也会想对 再来就是Elecine的Antiagonist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就刚刚讲3.2的Antiagonist 在Lodos的首席品 那甚至只要给药的方式可能不同 比如说要用Inhalation的 或者用敌坑机之类的 可能吸收比较快 接下来事实上三就是讲 就是刚刚主要是讲基短 接下来就是说临床上面的这个使用 那目前你看到红色 下面就是FGA分析就可以拿来当做分析 就是下面这些 从BCD 或者是Neotonin 或者是Agonist 或者是 One Sedating Transactivity Component 就是应该就是指TCA 可以像TCA之类的那些药 有这一片 那这些东西它并没有说分析 它的效果到底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它并没有这样分析 主要使用上还是要看病人的病状感 那这边我想说在1980到1996年当中 其实BCD被使用的量是下降 主要还是因为每次有超级弄飞特药 它是一些失败的抗扭医疾 但是后来发现它的 Hypnode的效果最良非常好 所以反而这边那时候使用的机会 就变得就蛮大的 这样反而是提升的 等于是取代了 几乎是取代了VVD Ypnode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所有的药对于这个 座面的影响 比较多次 我们就是他们就发现说 吃了这些药 它们的整个脑部它的代谢 就会变得比较慢 普通行代谢或是血就变得比较少一点 这样子 那同时的话 他们也发现说 会影响他们的Cercatia 的这个Syscum 这样子 它主要都是做一些脑部的 一些影响觉的一些检查 那这边就发现说 他们在这个 Granston的Hypothermic 就是会增加这样子 在白天会增加 晚上会减少 所以的确 的确这些睡眠这个东西 跟脑部里面的 代谢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那这样子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睡眠主要是 就分成内跟外 第一个就是Sleep wake的 第二个是从这个 横并系统到日月节律系统 然后就是外部 然后就是那个外部 内部的话就是脑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脑部里面醒跟睡的开端 在不断的切换 那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的情绪 再来就是说你的警绪系统 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一个人想睡 或不想睡 然后他们就会互相影响 因为这陆间大家可以看得到 都很多是这种见头的 那这些1234的话就是 可以当朋友们 123456分别就是代表六种 会影响到睡眠的一些药物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里面 比如说像 如果像4的话 大家会想要猜出什么 影响到这个Scarpial rhythm 就对不对 regulatory system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是这样子的 好 那那 再来 这个 1的话大家会猜什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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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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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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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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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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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ice action 大家看到就是三個環 然後如果是曹洲洞 它就是異環類的 就不是三環 那接下來這些表決就是跟講說 剛剛講的嘛 從三環、曹洲洞跟和他這一套 他們的這個半衰期 還有他們的這個會不會有一些 那當然使用上面如果遇到困難就可以去查這一套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如果從PCA來看的話 它試卸效果主要都還是來自於 第一個就是這個 alpha-generic-reset的結晶的作用 然後再來就是anti-co-energ的效果 再來就是anti-canic-time的效果 PCA主要就是當個的效果 造成它的 sedative effect 那也可以看得到大部份的PCA 它的對於這個slip的結構的影響 就是降低slip latency 然後讓睡眠的這個持續性 變得比較久一點 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都會降低這個 Rain sleep的這樣 算的這個比例 那這邊有講PCA使用上面要注意的 它是這個停止性的 要注意的就是它會有抓抓引擎HM 這邊有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它會跟裡面這個 GIT Telechrome P450的3A4 做這個交付作用 如果這個東西它本身會抑制它的話 它就會影響 它就會減少PCA的代謝 PCA就變高 所以像變有或自陶芝的話 它同時又再合併 自陶芋芝 然後同時又再使用PCA的話 你要跟它講說這個量可能要 變得比平常來的少 因為PCA如果它的量變多的話 它是很容易對吸血管造成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大家有特別注意 那因為PCA它是一個很糟 它resurge的方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糟 所以它有Cerotomy Noropitone Noropitone Acetylchrome P450 的一些效果都會在上面 那剛剛講的 主要可能會想造成它 所以叫做Cerotomy 或者是這個 Anti-Alpha-Ascenetic的這個效果 或是Anti-Bitamine的效果 都會讓這個病人很強困 那剛剛有講 因為它對這個 Alpha-1, Alpha-2, Adrenaline-2 的Racersept 是一個Noropitone的效果 的作用 所以它會造成一些 心臟方面的一些 傳統方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為什麼 這個急診醫師在第一線接觸到 這個病患講說是PCA 他們都會特別特別特別來的注意 因為這個病人可能會 很快就 突然間就死在 因為心臟心肌會突然間就不死 所以這類的要 PCA事實際上 看優勢它是老藥的 因為之後發現說 有其他藥的使用下面 會比PCA來的更有效 所以這類的藥品 就是比較少在使用 那 OK 這是它對於這個 我們睡眠的影響 當然 第一個就是講說 會想睡 會讓人家想睡 降低時期等 就是減少挖手 這樣子 但是會讓病人覺得 這個睡眠品質變得好 尤其是憂鬱在患者 這個其實就是剛剛那張表面所講的 這邊用文字來評寫 這邊最後一句話就是講說 FDA在2011免症 就是出福這個狗飛天三二免症 是可以用來治療這個 睡眠的患者 那這個就是PCA它在這個 症明結構上面造成的影響 就是它很明顯看到 這個雖然這個 任被打的很像 但是它整體的 症的分析率是減少的 再次的話就是說 使用上面 除以PCA它會造成這個 譬如它會令整體的情形 那主要是跟這個 症的症明這樣 那另外的話 它同時也要 突然間不用的話 也會有一個 這個反彈性的失眠的情形 那接下來就是它其他的 主要就是 看檔點的作用 譬如有可能會 口乾、舌道 或者是 尿治療 或者是便利 使用上要特別來注意 那再來就是 它有MI is coming 除了吃的是 享受 這是他們想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 那個 體重會增加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講的 它有這個 ABA-1的MI Ergonic效果 這個會造成 第一個可能會造成 這個 因為它對於 血管的調和變差 所以它可能 這個會造成 症性的低血量 那這樣可能 比較 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 那這個病人可能 會跳走上 然後可能就會 那個 那個 我覺得 可能就會自己 往上 所以就要要提醒大家 說 PCI Oversource 是一個很激烈的狀態 要特別小心 那這邊就講說 它就是 Hational Cycling 那個Anti-Depression的狀態 這樣子 這個鋼紙 鋼紙 鋼紙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 接下來要講這個 潮州動 潮州動 不是三環 它就是環內變得比較多 而且比較 情況也跟上面講的不太一樣 一環內 四環 它主要的會造成這個 它主要的核心代謝物就是這一種 而且是MGTB 主要是這個東西會讓 它的左右通用的核心 主要是在這個代謝物上 所以這個病毒如果有在使用這個黴菌類 碳黴菌類的藥就要特別注意 它會降低它的濃度 那我們看一下潮州洞 跟這個滅潮州洞 它主要會讓這個潮州洞會想睡覺的 就主要還是這兩個 其實跟TCA有點像 主要第一個就是 核酸酸的Antibonics效果 再來就是 MGTB1的Antibonics效果 主要是在剛剛想睡的 那這個是它對於這個睡眠結構的影響 主要就是會讓病人覺得說 它是主觀的這個睡眠組織會變好 不過基本上它對於這個冤實力的影響是很少的 然後它會增加這個比較深層的睡眠這樣 當然吃完肌不使用了會有這個反門性的痴迷這樣 那就是剛剛講的 它對在睡眠結構上面的影響 其實當然文字上面都會講出來 那再來就是我講它的肌肉 其實肌肉跟臨場上面很常遇到 別人吃了之後常會覺得吃了第一個 但如果有腰量那麼特別大的話 然後吃了會頭暈 然後可能這個血壓變的話 只要當作有自律性去血壓 人會變得比較多 所以我會一直吃一點這樣 那這個我是沒預過 就是陰莖持續摩托這樣子 但是不知道是有蠻多會持有的時候 我講到說吃了超過擔心 這個就沒辦法漲下這樣子 一直持續在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當另類的威爾這樣 不過說就會很痛 因為是像急症 如果遇到人家去急症 一定那可以急症 要打電 不然會壞事 所以算急症 那另外就是免發衰動 那基本上我們 因為巧克力跟免發衰動 它本身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被製造單位對抗有益 它的確一定多多少少會提升這個血腥 血腥就是血肉聰明 所以這個換血它假設本身 又有在持其他的SSRI的話 一旦它遇到了這個 荒衰動或免發衰動的國性大邪物 就是MCCC 這兩個加在一起 可能就會出現這個血腥物 症候群 可能意識會變得不好 可能會一直冒汗 然後反射會變得很大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急症 因為它是有影響抑制的 接下來就是 這個Mahase糖 就是Ramon 樂火油 一樣它的這個 跟這個 也是有一些 需要利益 太多活動肌肤的 這個 那個 效素在影響 所以它也是會有一些 效果在影響 這樣子 那這個藥的話 它也是一顆很雜的 藥就是上面也不可能很雜 這樣子 那主要會讓它想射的 應該就還是主要是 這個Alpha 2的 還有這個Alpha 2的 Auto-Receptive 可以這樣子 然後再來 它對於Serotonin也會影響 它們也會影響 這樣 這些都是造成它 有這個hypnotic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 主要講的這個表格 主要就是 Serotonin的Anagonic 跟Alpha Renote-Receptive Anagonic 的效果 讓它會想射 那這個 它對於射免的影響的話 主要也是一樣 降低失失雷層 這樣子 不過基本上 因為這顆藥在臨床上面的話 它還沒有被證實的很好說 它當一個hypnotic的效果 到底歐不OK 因為這顆藥 第一個當然是健保 沒有解釋說 這個是拿來當作不單純的 阿民藥 主要還是說這個患者甲 就是憂鬱症 然後可定明顯的失眠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使用 或是憂鬱症 可定明顯的食慾槽 因為吃這個藥 食慾會變胖 會變胖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使用 讓它非常適合藥 那這就是它的這個science 那接下來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Zerotonyreset的 anus ergonomics 它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些entity回程 它都有這個效果 所以它就是 會吃了就會想吃了這樣子 就是vhp2a跟2b這樣子 接下來就會比較 因為它這個當時主要主要 它主要的話就是 這個 the date of antidepressant 再來就是 meatonic跟meatonic的receptor 那 大家知道這個就是 配合技術 這怎麼技術很簡單 就是m這個長得很像點複 點複甲就是在 黑暗中的條件 大片就很像 所以 meatonic這個東西就是 陽光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被影子 那 這個要會讓 就是 它主要的話就是 就是在從 the date of antidepressant 分 那個長味道 在那邊 在那邊產 這樣子 那 現在 就剛剛講的 這個renault片 跟這個 阿東美拉片 它基本上就是 它除了這個meatonic Nogic的效果 除了 它也有 對於這個 Zerotony有效果 它主要就是因為這樣的效果 一起tombine 所以它對於 幼症患者有效 Zerotony 然後再也對於失眠 也有專業 沒有人要碰一下 那麼潛症 在台灣也有 就是三多散 如果使用的經驗 效果沒有挺好的 對 所以它反應特質要慢一點 但是對於睡眠是真的很有幫助 這樣子 但是對於幼症情緒的改善 我目前就覺得好像沒有更多 它其實幫助少了的話 它其實就是說一個禮拜就會有效 可是我發現它其實還蠻快改善 可是過一段時間就忽然就惡化了 對 惡化了就太敢用 一開始使用效果 就是我嘛 其實效果就沒用 那也是金肝代謝 所以使用這個藥通常 訪問上面也是建議多使用三個刀 就可以吃這個藥通常 那剛才我講 它有這個 Type-1跟Type-2的 這個小 Type-1 那主要跟睡眠有關的 還是Type-1 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美亞透明 美亞透明主要還是 跟這個非虛品有關 所以吃了之後 它可能會比較容易 這個 那麼睡眠的時候 會比較往前 所以它可能吃了之後 會比較 比較早一點睡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美亞透明的話 就是跟這個 Coronobiotic的有關 那如果是它的 睡眠的效果的話 主要就還是跟它的這個 Sherotony比較有關係 因為這顆藥在台灣沒有 所以我就講這顆就好了 這個就剛才講 它就是美亞透明跟Sherotony 5H2的 混在一起 所以它 所以它主要優於情緒 對於失眠的患者也是有效果 這樣子 那比較常見的副作用就是Coronobiotic 那因為它 它上面是說 是並不會有這個 成癮的機會 它裡面的上面 的確好像也是這樣 接下來就是Antaric 這個應該大家也很常說 就是感冒熱的一些效果 所以就會想做比較這樣 尤其是比較老一點 第一代的 像這個 代表海藥命 或者是像這個 Pythoxin 這個應該 平常這邊醫院也有點 安常使用 那第二代的話 就比較不會想做 主要這樣子治療 這個過敏會比較來的有效 那它事實上的話 Hitamin有3個 Hitamin1,2 所以這樣子 那個人是講說 還是1 是跟這個 Hitamin1 會比較有 跟腎免 就是讓病人 會比較容易想做 主要是跟這個 會比較有效 那這邊有講說 這個Hitamin它本身就是 會跟這個 Hitamin的contain的女人 做一個交互作用 所以就基本上 Hitamin跟Hitamin 它本身做一個交互作用 那我們就知道 Hitamin它本身是 會讓人家比較有 會比較有 所以我會緊張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 Hitamin Hitamin的話 就會讓病人 就會比較想像 基本上它在 PSG上面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 就是 族群上面的 這個變換 不過基本上 它就是會 這個 就是讓病人比較 恐怖 但是持續的效果 就比較沒有了 那它的代理代理就是說 如果吃老人家的話 一定要注意說 吃了之後 它的認知功能 就會變得比較不好一點 甚至 大家應該都有遇過 人家你等一下吃 V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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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 血草這樣子 血就是 有花紋的故 這可能是 跟生命比較有關的 不過這個 它是萃取 萃取這個血草裡面的 這個成分 這樣子 它說這個成分 基本上 它的基準問題 跟尬寶很像 可是它本身 並不會 它本身並不會 combine在剛剛我們講的 DDR 那個receptor 就是尬寶寶會 的那個點上面 這樣子 目前這個要 可能還是在研究當中 對 然後這個要 做給它喝茶 那是不是跟中醫 比較有關 還不少 現在用來 中醫沒有 應該是國外的 這個 應該是國外的 所以 中醫沒有 中醫 中醫有 有一些 也會懷疑 也有效 像 我 我都是覺得 比較懷疑 人家 這樣 我們用 所以 零床上面 有像 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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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有一些 例如說 電腦 有 有 叫 他沒有辦法 單一 他 中醫 沒有辦法 單一 只有一個單位 專長 就是一個 什麼 那個 去解力 或是 去出現 他 他 這個研究 就是 我個人要懷疑 就是 比多 就是像 類似 類似 中醫 但是 可能會再知道 像 那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看邊緣類的藥 他們本身也都會讓 這個 或有些器材的消毒 那 他們的結構跟大邦很像 不過基本上跟大邦本身的 這個交互作用的話 是很小的 這樣 然後透過 比如剛剛講的 這個 挑釁權能抓 這個 然後 產生一個 這個 資訊的這個效率 那 那當然的話 他本身也可以改善 這個Pone的情況 比如說 剛剛講的 FMS的這個 正常 好 那主要就是 就是大邦本身跟 可以大邦本身 那 接下來的話 都是比較少出現的 所以 有可能 今天上關說什麼 就是 這個 都比較少 這個 這個目前 臨床上面 這當然也有講過 不過臨床上面還沒有 這顆 藥實力的在使用 所以可能就 就先跳過 不過就是跟這個 Nuclex的這樣關係 那這個大家應該也 之前可能有遇過 就是小孩子的毛 就可能會有這一個 不過 在經常上面 它也是 如果是要治療失明 再來就是一些 抗精神病 主要都是第二代 就是跟 Olenzapin 和其他性能 它主要的 會造成是水 也是跟 Xerotomy 或其他命的 Enagonic 比較有關係 那主要的話 我們不會 可以在沒有 Nudisode 或者是 Dakalitisode 患者上面使用 我們基本上還是會 有這類的患者 然後同時又核心很嚴重 我們做不少 我們才會使用這類的患者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Saleon Olenzapin 它主要就是說 在這個 Kalexin 和其他人 或者是說 有Excelesive Data Speed 上面會使用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 在那個 成癮患者裡面 他早期是被叫神仙水 他之前會被拿來當作 是有點類似像那種 殘包藥丸 他叫神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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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是在以前 比較古老的時候 那個是成癮的患者沒有講 他說這個就是叫神仙水 他會 蛤 會吃 會吃 他主要也是會增強那個大法 所以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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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才講一半而已 因為剛剛是講這個hypnotic 現在是要講這個促進劑 主要就是CNS Vingulation 警覺性會變得比較高 經常會變得比較好 主要還是跟多巴胺比較有關係 然後有些是跟體系膽減比較有關係 主要還是使用在於說白天會有過度試睡的情況的患者 當然這個是跟不同的疾病會比較有關 這是等下要介紹的 我們就先來看最傳統的這個安肥 一開始是在軍事上面使用就是要讓軍門比較有精神 所以一開始就先使用 然後後來主要就是說他發現說他對於那個男朋友患者是有幫助的 後來發現對於他平成的患者他理居的情況也會有幫助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可以減肥 之後後來又發現說他對於這個酒飲的患者 他這個常常會有一些喝酒上飲濫用的情況 然後用這個反而他們會比較有精神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發現說對於一些小孩子他們有一個感受或性的行為 用這個Envitamin也是可以改善療療療療 後來發現說他的一些相關的原生物 Vitalin我們說Fenic 對於治療這個aphd是有幫助的 所以他一路的演變過程就是這樣子 那理常上面使用的話 然後在一些比較難受型的憂鬱症也會使用 我們combine一些抗憂鬱疾再加上Envitamin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的Envitamin患者 如果又同時又合併病毒科學的話 Envitamin的相關連生可能會更好 不過後來就發現說他常常會Abuse生成癮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他看起來好像效果很多 可是後來我們就不見的慢慢把它縮線 在理常上面就是使用語法 例如是ABHD或是男性的用語症 那這個就是Envitamin它本身 Envitamin就是一個本環 然後一個暗基 然後旁邊也會一些塞圈 那不同的這個暗基跟塞圈的話 就會有不同的這個效果這樣 那這個表格就是跟我講 不同的Envitamin體系相關的原生物 它的這個藉抑基跟塞圈的副作用 先來講這個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嗯 這個還是講 Envitamin 原來它就是增加這個Kalapolamide的分泌這樣子 那它有一些方式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第一個的話 Envitamin主要它會 它這個 集合在這個 細胞 膜 膜上面的話 它會讓這個細胞膜膜的通通性變高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每個細胞的圖書 它本身就會有一些 這個Opahamin 那這個Opahamin 因為細胞的通通膜膜性改變 就是濃度 因為濃度比較高 它就自然就會測透出去 這樣 就是Envitamin的第一個效果 在第二個效果的話 就是說 這些Opahamin它本身被製造出來 在細胞獨度裡 這個末端的細胞的時候 它就會被一個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腩包住這樣子 但是Envitamin就可以讓這個 腩包裡面的這個Opahamin 讓它 跑出來 它跑出來之後 這個細胞上面這個 這個抹的通通性又變高 然後整個就可以吃上去 所以它整體的話 在神經 突出之間的 這個Opahamin的這個 濃度就會變得很多 然後它就會興奮這樣 這就是剛剛講 主要是跟這個Opahamin的 傳統的關係 這是剛剛那張圖書講的 這個我也跳過 那接下來它就是說 這些神經 神經的這個興奮劑 我們會看到它 不同的野生物 其實看到不同的野生物 對於 呃 醒的這個影響就會來的 就有不同 那可能會 降低它的比較 這個Slow Wave的情況 然後增加它 Wave的情況 這樣 那這個都是像他們的研究 就是不同的 Envitamin的這個野生物 它不同的豆子 對於這個 它醒的的這個時間 都會有不一樣 這個血率也會不同 就是在這個狗身上所做的 那這個也是 依依其實假設它的 Arrowseal情況越大 越明顯的話 代表它跟這個 Dopamine-Transportal的這個 結合性野生物更高 那這個就是用在 卡拉雷斯的身上 就是說這個 右選的這個 這個 Rubrecife的這個 衍生物 比較能夠讓原本 這個卡拉雷斯似的 這個狗 然後後來可以降低它的 這個 這個 Latency 讓它比較不會那麼快就進入認知 所以這個Nacolase的情況就比較少出現 那這個就是不同的時間點效果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看到好像就是這個右舔的效果會來的比較好 那這個我都先看 這邊就是講說這些MV它們的 其實相關的衍生物就是一樣它主要影響的腦區主要是哪一條 這邊就是講說主要是MV的Crotical Dopamine System比較有關係 那如果是MV-6走關的話就比較會有一些患覺感染 跟Crotical System比較關的話等它的警覺性、認知功能 或者說一些臨床表現可能就來講 那當然因為它是一個刺激劑 所以它當然第一個對心血管影響會來比較大一點 因為它會間接刺激這個Alpha跟Beta的兒子 那它對於這個平滑劑也會影響 所以這個病人可能會尿滋流或尿滋菌都有可能 然後影響到這個膀胱的作業體 那如果長期使用之下 其實很多發現很多Andreta命長期使用 就算到後來就算不遲了 也會有奇特的幻覺跟妄感出現這樣 當然它相關的衍生物還有這個比較長見的MVMA 那為什麼這類的要這麼常常被拉 主要就是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能不容易取得 它取得性太高了 第二個它不太能夠被替光 因為它效果太好 第三個使用的人用的時候會覺得效果非常非常好 因為Andreta命不是三種特性 所以它非常非常容易的沉溺這樣 那病毒的話就是因為Andreta命 它的這個效果來得到去得快這樣 來得到去得快 所以它常常會造成一個show acting 就是一句反應啦 就是你在交女朋友的時候 那個女生如果就是給你示出一些好意 然後後來又不理你 你就會反而會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多麼美好這樣 所以Andreta命使用上就跟這個很像 因為它來得快也去得快這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平常上面我們在使用 不管是Signalance還是說BBBB這些的藥 我們都覺得那個塑膠性特別容易沉溺 所以像譬如說剛剛上捷克提到Zenet 其實我有自己也特別覺得Zenet轉效的 真的比長效的就是XR的進行 真的它那個沉溺性會來的特別高 那它也是會有一些這個藥物的一些交互作用 我應該真的太多了 跟TCA還有那個MOLI的引擎 跟TCA還有那個MOLI的引擎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MODADINI 主要就是Tankolepsi 或者是這個倫巴工作的症候群 這個是一些歐角患者長期的這個 這個Ustigial的Sleep Mix上面是可以被使用的 就是剛剛講的 它可以讓這個Tankolepsi的患者 DataSleep Mix的狀況減少 而且不會影響它夜間的睡眠 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不會對於CataLens有效果 不到Tankolepsi 所以這個Ustigial上面比較強強 主要的附近就是可能會頭痛 然後可能會耳氣 那這個雖然也是中溫層清的2G 可是它基本上它的撐寐性是很低的 這個也是會很少用 Deportium這個 平常上面我們也蠻常用的 就是我有BuTune這樣 它基本上是一顆抗油語集 它是NDR就是Nel-Penagrant的Dopamine Reaptation 它會讓Modal-Penagrant跟Dopamine 可以收少一點 在時速之間累積更濃度多一點 然後就會造成這個抗油溢的效果 那它在這個劑量比較高的時候 對於這個Nel-Penagrant的EES的情況 也是有治療效果 然後可以治療一些Beging的憂鬱症 只是這個要特別注意 假如患者本身是有邊緣的話 那就是會降低CGF 可能就是會有邊緣的可能性出現 不過相對的這個豆子都比較高 然後再來也是比較老根腰 它是一顆MLI這樣 也是一顆抗油溢劑這樣 那因為它都是算是一種間接的 中日真心的刺激性 所以對於這個Carlex 3 這個Sleepness 再來就是兒童技能科 也蠻常用其中的一顆 Otomo setting 學名就是Sorterra這樣子 它原本也是一顆 就是要再來當一個抗油溢劑 可是後來發現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後來發現 因為它有這個 人家這個 可能是這個Nel-Penagrant的 總環靈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用來 再治療ABHT的產品 不過它並不是第一線使用 第一線使用 可能是Hali Haceta之類的 再來就是咖啡 這個就是比較白話 就是喝咖啡一定會讓我們的注意力 或是臨床短線會變好 但是就要特點注意 它這邊對於過度使用的病 就是12V 大概是1.5克這樣子 那這邊有講說 它這邊好像有講說1克 1盎司大概是幾克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之後有提供一張表格 所以就跟你講說不同的咖啡 它的這個劑樣是很一樣的 那接下來這三個就是 未來可以值得發展的 充足痕情刺激進展 主要就是剛才講的 Hypocrine Tunein-Based 或者是Vitani3的 所以就是虎虎這個 假光線素 或者是虎虎虎虎的發展 不過因為這個都還在未來發展的階段 所以我把它寫上去 但是大家可以看就可以 但是我覺得很不見就是 是不是重點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它的效果溫度作用這樣子 因為這些章寫裡面很多東西都重複 所以我就直接講 那這個主要我剛剛講的就是 不同品牌的咖啡 它裡面的濃度是多少這樣子 它對於重度使用的就是 每天如果大於1.5kW的話 就是命義不讓 如果每天大於1.5kW的話 就是重度只要很 就要特別注意是否有工程 然後它裡面就是 特別花了一寸葉再寫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太科普了 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 好 哦 這邊有什麼講 它這邊講 六杯 六杯的應該是指黑咖啡 六杯黑咖啡就等於 5kW的Z1.5kW這樣 那你可以自己去換算 每天 積有多少氨 那當然就是 車咖啡一定會追過 它會讓你的睡眠結構有些改變 譬如這邊更明顯說 它對於深層睡眠 慢波的睡眠 會來減少這樣 很深層會睡得不夠沉 那當然 整個整個 車咖啡一定會轉動續續 這樣 那當然 突然間不後的話 也會有一些文字有問題 這樣 人可能會變得特別的疲勵 那這個情況都是在 借咖啡之後 20小時 大概是隔了1天 第二天可能就會覺得很緊張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其實就是中速神經的刺激基督 我剛才講安菲塔麟 然後 米塔麟等等 那這個 剛剛就講 這個 這是米塔麟 就是那個 Mathieu菲尼特的短效 它是長效性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血液當中的濃度 米塔麟來著快去著快 所以一定可能會早上跟下午 都被給出 而那康斯塔 它是反式型的 就是它可以慢慢的一天 就是下午 這個過了五到十個小時時間 濃度就會變得最高 慢慢再接下 這個 H1是長效性 哦 長效性 一半長效一半長效 一半長效 然後再裝兩顆 因為微顆粒 因為它其實是兩個疾風 對 那是一個 那中間那個 一比的發生 大概就是 多五次半 就這樣 這樣 對 好 這個 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就擔心它會不會成癮 那第二個 就是 擔心它使用久了 可能會有一些精神症狀 不過這精神症狀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 可是它原本就有 去有一些精神科的疾病 比如說 Skylophenia 或者說 本身之前就有 藥物濫用石的話 這類的患者 在使用這些 生物神經的刺激基因 或相關的原生物的話 可能成癮的機會 或是產生 精神症狀 就會來的比較高一點 那這就是 魔防病毒 基本上的話 它不太會影響正常的這個症狀 但它目前FDA的這個 治療就是建議 建議就是輪胖工作的 建議跟後續 再來就是說 使用有這樣的 OZAR患本在治療的時候 用FDA治療之後 它還是有一些 殘存的 白天刺激狀狀況的話 這個 魔防病毒就可以建議 使用 它主要的是 說這些OZAR患本 因為長期的 在這個 HP的狀況之下 其實腦部在調控 睡醒的這個中度 已經受到的影響 所以 就算你已經給它在FDA 氧氣夠了 呼吸到通了 但是它白天還是會想睡 有 剛剛講過 那比較長期的步驟就是頭痛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SOLDING OZEBED 這剛剛其實沒有說過 那當然大家一部分 還是有可能會被拿來濫用 就是剛剛講的 有些成癮的患者 就是整天主張 那這邊就有講說 所以這些促行的藥物 它的使用上的這個感覺 並能自己不同的感覺 到底有沒有什麼一樣 事實上是不同的 因為不同的這個影響這個 警覺的這個 我所說的意思的這個中度 基本上不同的話 它感覺不同 譬如說假設它是這種 Mono-Aminogical 然後申請到第二次程 這個患者 他吃了這些 他會覺得說 人變得比較緊絕 比較緊絕 但是如果是跟 Metamin這類的藥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自己很成癢 會很興奮 這樣 所以同樣都是性 但是那種感覺不同 那在使用 在小孩身上 我們就會聽著 可能就會擔心說 它會不會造成 成長的這個持肌這樣子 甚至因為持肌肌 因為中度曾經吃肌肌 使用的時候 可能就是它的 食育會變得比較少一點 所以對於成長的影響 可能就會比較不好 不過這類的狀況 可以在這個 我們說John Holliday 就是平常六日放下 不需要上學或中學的時候 就把它停掉 那這個長期這樣子的 效果就比較不會有影響 當然跟豆子也是有關係 所以一開始的話都會建議自己 這樣 最後我大概兩分鐘就懂了 接下來就是講說 哪些藥會影響睡眠 其實大家可以講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前置上所講的 一些某些會造成食水 然後有些這個動物神經之肌肌 所以我就講 我接下來就會講 跟這些 剛剛說的介紹那幾個 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平常上面 可能會影響 會跳到 尤其是那一科的患者 因為就是 心血感的藥會影響 會影響 會影響 這個輕齒性的 像陰動物之類的一樣 它會影響睡眠 不過臨床上面真的 我是比較少遇到 但其實真的要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沒有特別強調 因為大家知道 是ACEI 可能會咳嗽 咳嗽可能就是水果 不過就是間接造型 但是平常上面 我特別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 His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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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影響 所以 主要都還是跟他的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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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余其他旁邊就是